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今天是612抗爭的9個月 有網民發起在多區舉行放映會 其中在旺角的放映會 在9點多結束以後 突然之間有人在西洋蔡南街 近柱柔街一帶設置了路障 於是引起警察的注意 整群人在附近拉起封鎖線 要求記者和市民上行人路 期間不斷推撞和指罵在場的記者 並且用強光電筒向市民的眼部照射 更加舉起胡椒噴霧作狀要射出 這群人在架設封鎖線後 結果有20名市民遭遇到圍捕 這20名市民當中 每一個人都要遭遇到搜身 在搜查完以後 這些市民就要拿起自己的身份證 站在警察鏡頭面前讀出自己的名字 等警察拍攝完成以後才允許離開 這些當然是極盡侮辱之能事 這些市民根本沒有干犯任何罪行 只不過是在現場出現 到底是否現場出現也不行呢? 現在是否又實施了宵禁呢? 而且你們這群警察也是無恥的 當那些市民都已經是了售散以後 好心你就收隊 結果繼續擾讓到11點多12點 繼續都有警察在現場 循來循去 這些出勤道德是否騙OT 都沒有了市民 都沒有抗爭行為 你還在現場做甚麼? 博拗津貼嗎? 難怪去年警察的津貼額升了九倍 原來無事無幹就繼續出勤 有事有幹就不務正業 捉賊就不見你們那麼勤力 行必又不見有人巡邏 接著簽到簿就沒有人簽 被那些賊發現得到 所以就去打劫金譜 這些你應該去查一下吧 在屯門警署門口有人務警 騙了阿伯幾皮 這些被抓了沒有? 應做的就不去做 不應做的就做到十足 結果在旺角封鎖線裡 經過一輪搜身以後 就有七個市民被抓上警車 雙手就反綁 這些被抓起來又做甚麼? 你又抓甚麼? 這些又干犯了甚麼罪名? 請問是很離譜 又抓又不是又抓 遲早就等候制裁 告訴這些人 接著想說廣播處長梁家榮 他今天出了一封給港台上下的信 我覺得這封信值得跟大家說 他在信中力挺頭條新聞 我覺得他算是一個有風骨的廣播處長 起碼他又不是政務官或公務員系統出身 他在這方面沒有壓力 而且這些廣播處長 即是香港電台的總台長 就是簽約的 可能他也是預算自己無法續約 所以真的豁出去了 他在信中怎麼說呢? 他就說 自去年年中以來 社會的躁動以至近月全民抗疫 港台就像社會各界一樣 遇上了前所未有的挑戰 在這裡我就要衷心感謝每一位同事 一直堅守崗位 盡心盡力地為香港市民服務 這段時間我們就收到不少意見回饋 不論是讚賞意見或投訴 君為鞭策 抵禮廉宇 我們需要精益求精 做好本飯 這個抵禮廉宇其實就是誠語 出自禮記的愚行篇 意思是為什麼呢? 就是說通過品德的磨練 使得自己的人正直不安 可以反映得出 梁家榮也是一個有語文水平的人 他在信中完全沒有用到政治的套語 不像政府的新聞公佈 一味用歐化的語句 充滿語病 甚至用一些共產中文的詞彙 只是從語文的角度 梁家榮處長已經值得一讚 他在信中繼續說 作為公共廣播機構 港台時刻確守香港電台約章中 定名的公共目的和使命 節目縱使類型不同 紙趣角耳 整體官知都在約章所列的目標原則之內 每日24小時提供的電台和電視節目內容 多元互補 新聞、資訊、教育、娛樂 以及直播、六播各類會議 大型慶典、活動和體育項目等等 顧及各個層面 令港台成為一個供市民聆聽和表達看法的大平台 充分展現出香港多元共融 而且包容的一面 接下來 其實也是暗中回應了這些警察對頭條新聞的指控 這一節真的反映出梁家榮處長的風骨 他說在過去三個星期 社會上不同的群組 對於頭條新聞的內容表達了關注 意見分層 頭條新聞經歷了三十左右 類型和紙趣眾所周知 他絕非一個新聞報導的節目 此其一 他的內容特色諷刺 借此針對時弊 此其二 以上兩點是絕不含糊 這類城中少有的劇種 借社會熱話 反映社會脈搏 也使得觀眾得以舒氣釋懷 上個月啟播的新一輯頭條新聞 機構傳訊及節目標準組 收到不少意見回饋 由2月1日到3月8日 就著這輯節目的回饋 總共有四萬多宗 其中包括三萬多宗的讚賞 以及六千多宗的意見和投訴 任何節目都需要不停的改善 我們對於每宗的回饋都非常珍視 並對每宗的投訴都按著現行的機制審視處理 我們也必須經常自省 虛心接受投訴 查找有待改善之處 其實就是駁斥了鄧炳強大署長 所寫的兩封投訴信 說人家不是反映事實 大哥人家是借社會熱話 反映社會脈搏 諷刺時弊的 知不知道你 懂得分辨嗎 他不是六點半新聞報道TVB節目 大哥 懵炳強 不知所謂 叫人家要反映實況 反映實況 你看新聞報道 這麼多個台都有 頭條新聞用來諷刺時弊 這傢伙 這些人完全無理取鬧 一個諷刺失敗的節目 你要叫他所有的內容都要如實反映 那如何如實反映? 別人戲訪你鄧炳強都不會叫你名字鄧炳強 那你就說別人不是反映的事實 一會兒又說別人偏頗了內容 不去針對黑衣服的示威者 那你自己也有一個節目叫警訊在港台 你就說飽了他 別人不是沒有給機會 不是沒有給平台 不是沒有給空間 沒有給時間 你自己也有一個警訊 你自己就照樣說 一人說一套 看誰的收市高 頭條新聞就比你高 在網站和手機的apps 頭條新聞的收市 就是全港台節目之中第二位 在YouTube當中 頭條新聞就是第三位 你沒話可說 證明這個節目就是受歡迎 而且只是說讚賞和投訴 甚少一個節目會收到三萬多的讚賞 但是你投訴也只有六千多封 這一極也是 對不對 大家鬥多一定是黃絲多 不用說 不要大家鬥記投訴 我覺得這些是無聊的 最終你也不夠別人讚賞信多 接著我們就看看梁家榮處長 最後一段 這段真的有骨 他怎麼說呢 他就說 香港電台和其他政府部門一樣 服務市民是共同的願景 絕對體會到其他部門在過去一段日子的辛勞和難處 僅希望部門和部門之間互相諒解 國師其職 國師其職 即是叫你做好自己的本份 國師其職 警務處 真是不知所謂 他就說 便能責有猶歸 更好地服務市民 謀文子 安社職 這封信寫得不錯 語文水平又夠 又顯示得出 他在這個不偏不倚的情況下 其實是挺了這個頭條新聞一下 起碼沒有跪下 如果是比起其他AO來做廣播處長 肯定不會寫得出 首先是寫不出這封吸員工的信 沒有這樣的語文水平 第二件事就是 梁家榮處長本來是從電子傳媒系統出身的 無線電視和亞洲電視的新聞報 他都有做過 在2011年的時候發生了一件事 當時亞洲電視播出了五報 其實是前中共總書記江澤民的死訊 時任的亞洲電視新聞報高級副總裁 正正就是梁家榮 他說到 當時他用盡了所有的努力 都沒有辦法阻止到這宗誤報的死訊新聞出門 於是他就引咎辭職 可見他其實也是一個頗負責任的人 到了2015年的時候 港台通過內部和公開的招聘 結果就是委託了梁家榮做廣播處長 接替這個AO鄧隱光 相比起和他同期出身的TVB袁志偉 其實梁家榮都算是這樣的了 好了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